大家好,我是红酒 咱们今天主要说一下 咱们这个煮干枪桃树 二三年的桃树容易出现的一些状况 它容易出现什么状况呢 千只枝太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树 这个千只枝呢 这个营养生长特别旺盛 本身咱们这个树呢 已经受到冻害,没啥果子了 但是呢,咱们这个千只枝又过于粗壮 大家明显的看到这个煮干呢 它虽然高度可以有的 两米多高,不到三米 两米多高 但是有一样,它比较细 咱们近距离的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个千只枝的这个粗度 看一下这个粗度 咱们这个煮干的粗度呢 咱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啊 大家看一下咱们牵着枝的粗度 和咱们这个煮干的粗度 相差差不多 所以它呢 更有优势 牵着枝 过于太壮 导致咱们这个煮干 生长的缓慢 看一下 所以咱们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首先,它太过于粗壮了 咱们就需要把它 疏出 大家好,我是红九 咱们今天主要再分享一下 这个煮干枪桃树 第二年,第三年的树 容易出现的一些状况啊 来看这个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树体 不算是偏壮吧 但是它这个嵌着枝 营养生长的这个枝 有特别的多 然后这个新烧也特别的多 然后消耗的营养也特别的多 直接导致 它们俩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们俩呢 粗度都差不多了 所以像咱们这种 像咱们这种嵌着枝呢 就直接可以把它输出 重新培养一个嵌着枝 咱们今天呢 给它输出一下 咱们直接给它输出了 这种啊 必须要剪干净 直接在根部输出 太费劲了 咱们直接把它输出了 并且呢 咱们要在这个位置 咱们要 在这个位置 找一个良好的这个 找一个方向 比较合适的 一个新烧 来作为这个 嵌着枝的培养 这些都不要啊 大概离地面 也就70公分吧 这个呢 有75 这个咱们也要把它输出了 就这样 重新培养两个嵌着枝啊 再往上 它有桃子 咱们就让它接桃子了 这些没果子的 全都去一去 今年呢 受到冻害比较严重 然后有些果子 它都没做住 然后受到冻害都落了 所以咱们需要 重新培养两个嵌着枝 在这个树体上端 它有一些果子去生长 并且呢 这个树也不算是太壮啊 牵着枝也可以培养得起来啊 所以今天咱们主要就说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啊 就是牵着枝 偏壮 导致咱们这个主干 生长缓慢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 咱们必须要很解决 直接给它清除了 重新培养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冻友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